哈喽大家好,槐花你们吃过吗?我们村里长大的孩子肯定对这个都不陌生吧? 偷偷告诉你,这个真的特别的好吃 今天就分享两种槐花既简单好吃又营养的做法 这个槐花在我们村里一分钱都不要,但是到城市里就要20多块钱一斤 槐花具有清热凉血,止血降压的功效 如果碰见了,一定不能错过这个营养又长鲜的好机会 春天里吃槐花和吃普通的春菜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用焯水 槐花性寒,无毒,但是它容易招小虫子 所以只需要在原水里浸泡20分钟,再多清洗几遍 裂干水分就可以直接食用 我们最常吃的就是凉拌或者是蒸菜 今天咱们来两种最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先把洗干净裂干水分的槐花打入三颗鸡蛋 加入一勺盐,适量的花椒粉 再来一勺白芝麻,搅拌均匀 别的调料一律不需要多放,以免掩盖槐花的香味 然后把蛋液和调料搅拌均匀以后 再加入两勺面粉 面粉的量不需要太多,起到粘合的作用 再充分搅匀,搅成这种粘稠的糊状 平底锅烧热,放油 然后在每个孔里面舀入一勺面糊 如果是普通的平底锅,就舀入一大勺面糊 然后摊的薄薄的,做成一张薄饼也可以 全程用中小火,煎至两面金黄即可 以前只吃过普通的槐花炒鸡蛋 或者是蒸槐花 这次做成这个饼,真的是我迄今为止 吃过最好吃的饼 以前我觉得我最爱吃 椭豆饼,黄瓜饼和西葫芦饼饼 但是这个槐花饼真的可以秒杀其他三种味道 我居然开始喜新厌旧了 槐花饼做好以后,我们再来做一个鲜美无比的槐花汤 同样把洗干净晾干水分的槐花倒入开水中 先煮一分钟 然后再淋入一层薄薄的水淀粉 让汤更加粘稠一些 这个淀粉最好选用土豆淀粉 可以使做出来的汤更加的粘稠,透明,顺滑 煮两分钟以后,再打入一颗鸡蛋,浇散 最后关火开始调味,放适量的盐,一勺胡椒粉 最后再来一点葱花和适量的虾皮即可 出锅前再滴入两滴香油,味道会更加的香 这样一道鲜美无比,又顺滑的槐花汤就做好了 经常熬夜或者是容易上火,喝这个汤再好不过了 如果你老公或者是老婆发脾气的时候 赶紧给他来一碗这个槐花蛋羹 我保证他瞬间就没有脾气了 槐花饼再配槐花蛋汤,真的是堪称春天里的人间美味 好了,如果你不知道槐花怎么吃 真的强烈推荐这两种做法,真的不会让你后悔 如果对你有帮助,就点赞评论,关注我吧 拜拜